大家好,我是杜林,欢迎来到麦子学业 我们来继续写这一笔的大型项目 上一条课我们主要是你网络上的这种结构数据 以及这种结构帧,以及网络上的帧的结构 这种一些详细的讲解 本条课我们主要来看一下这一笔的应用者 它有这么几个部分组织 比如这一笔的设备地向,这一笔的应用方向 也就是AF,这一笔的设备模板 还有应用知智的也就是APS 还有什么设备指导商定义的这种应用地向 这么几个部分的组成 下面我们可以逐一地上的这几个部分 做比较详细的讲解 在讲那么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么几个最后的概念 那么第一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接的地址 这里有两种类型的地址 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过这个地址 一个是设备的地址 也就是LINE地址 这个是全球唯一的 另外一个就是16位的网络地址 也可以称作是短地址 或者是网络程的这种网络短地址 原来它是在设备加了网络后 由这个网络中的写料器 分辨一个设备的 第二个概念就是这种端点 也可以称作是端点 它可以说是ZB的协议 在应用程中的这种路口 也可以 路口 也可以理解为实现一个 设备描述而定义的一种群集 每一个ZB的设备 最多可以支持240个端点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设备里面 可以定义240个这种业有地向 后面我们会讲到 专门讲到这个业有地向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那么这240个端点 是不是可以另一使用的呢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比如端点0就是设备的 也就是ZDO的这个接口 该层的真结构为端点号 分别了8位的这种真做工具 应该来说 可以表示的这种速度范围 是0到20 0到255 协议把这种端点255 就是在广播上241到245 把您交代一种扩展使用 第三个概念就是间接图现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间点设备 通过绑定这种端点来建立这样的通信 这里不需要知道 所要通信的这种设备的地址 比如什么IE地址 网络这种短地址 这样一些东西 那么底层会自动的 从绑定的列表中 就是设备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过的信息库 去查找所要通信的这种设备的网络地址 然后开始进行通信 这里的绑定 其实就是通过两个接点 在义无诊 建立起来的这样的逻辑的列路 后面我们结合代码做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 第四个概念就是直接通信 这里就是肯定是这里所说的直接通信 跟前面是一种相反的意思 这里就是接点设备机 就不需要上面所谓的绑定 它所使用的接点 所发的的IE地址 或者是网络短地址呢 作为传输 第二用 世道的这种应用接口来进行通信的 比如设备和洗料器间的通信 就比较采用这种通信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洗料器的网络短地址 是固定的0x 0100 那么第五概念就是处 用户可以自定义这个处 表示的是这种消息的例行 一个任务可能会接收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消息 在处理之前呢 如何去区分它呢 那么这个处就是来区分各个应用所定义的这种 这样一些消息 就好像我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这种名字 比如双方版双方蓝 通过 这个信号比我们就能大概猜到这可能是两兄弟啊 第六个概念就是设备发现 在这个比的网络中如何才能算一个设备找到了另一个设备呢 也就是说如何起座这种设备的发现呢 一个设备可以通过这种爱意的地址或者地址来进行这种广播或者带有这种特定的单播这样的方式 如果自己插线找到另一个设备后 它就会做出了一些响应呢 这里不同的响应 设备响应就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这个的 中端设备就会发售自己的爱意的地址或者短地址 发现它的设备是爱意的还是短地址 那它就会相应的发售这种例行的地址 这本的路由器就会发售跟它相应的这种设备的爱意地址或者短地址 而这本的协料器发售自己的爱意地址或者短地址 也可以发售跟它相连接设备的这种爱意的地址或者是网络地址 这里的第七概念就是服务发现 一个设备发现另一个中端设备所提供的服务的过程 就叫做服务发现 基底怎么去做呢 可以通过某一特定的设备的 所以这种短地发售服务查型也可以通过服务特定的配配 配配来实现 相关的这样一些概念 那么我们基本上讲到这里 下面来看一个意有自知指责也就是PS 现在还是来看一下它的这种作用 它的主要的作用是第一有自知指责 协议数据单约也就是APDO进行一些处理 数据传说这样的一些管理 还有维护绑定列表这样一些事情 下面我们还是来看意有自知指责的这样一个穿稿模型图 这里的APS APSD 是指应有自知指责的这种数据的服务 APS 这种意义就是应该是自知指责的管理服务 这样的一些服务 可以比这个比设备 地下和制造商定义的 也有地下使用 基地来说APSD 通过它的法文接口 也就是APSD -SAP 来处理右层的数据单约APDU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APDU 需要 取得右层的PDU 变为右层PDU加热核式的这种系统生成APSDU 而APS-M1通过它的法文结构 也就是APS-M1-SAP 做这种设备的发现 设备的保定 应用程的这种数据库的管理 这样一些服务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用框架 应用里面就是Application FreeWork 简直就是前面我们也说到它是AAF 也就是这个设备中应用对象驻流的这样的环境 环境 我在想如果大家去过或者接触过一些类似C++ 这样一些面向地下的语言 可能会好理解一点 在这里实际上上载应用程序 通过刚刚讲过的这种APSD-SAP 发售和接收数据 通过设备地下公共接口 实现应用地下的控制和管理 而APSD-SAP提供的数据服务 包括数据传说请求 确认指示这样一些研议 这笔应用框架 给米格应用定义的应用地下 提供了模板式的这样的活动空间 实际上米格这设备都有一个模板 模板定义了设备的这种应用环境 特别例行 设备兼通信的这种处 这里有我们几个例子 如果应用法径为这种智能交通 那就会建立一个智能交通 这样的一个模板 由这个名的联盟 来定义这个这个名的模板 它定义了这个名的模板 协议协议站的模板 这笔的Pro的模板 还有特定网络模板 按照使用限制 可以分为私有 公有和公有这样一些前线 而且米模板 都有一个唯一的这种标识服 有的可能就会问 如果开发商想定一个模板 那怎么办呢 就像是这个 这个 就像是这个笔联盟 申请这种模板的标识服 但是开发商想要考虑 是否就一定的应用范围 有了标识服 就可以为模板定义这种 说明描述 出标识服 还有服励性 这样一些种性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笔的 用框架的这种功能 它引起把多个单独的事物放到一个针里面 这样就成了一组事物 这样的一组事物就叫做组合事物 那么什么样的事物 可以放到一个组中的 共享相同服务例行和 处标识服务这样的一些事物 才能组合在一起 这样形成的针 就叫做组合事物针 只要注意它的长度不能超过 最大引起的这种增长 如果接触到组合事物针 应该怎么处理呢 顺必需要按照顺写 处理理一种事物 如果需要硬打的话 那么硬打就分别会构造和发出 响应针 这里和上面一样也是不能超长 如果超长超长度 只需要分成几个这样的响应针 还有功能就是 它从APS接收到的针 做这种过类 接下来进一步检查这种目的端点 是不是出于活动 脏胆 不活动就会丢弃这个针 接下来 就会进一步检查 正中的模板标识服 是不是和模板的标识服配配 不配配的话 就会被丢弃 那么紧接着呢 就会把这个针传送给目的端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设备的对象 英文就写到这个device object 缩写就会ZTO 其实我们之前多次提到这个ZTO 就是说应用程序通过端点0 以这个笔的习义的其他层进行通信 以做到各种的这种初始化和配置 这样一些事情 附加在端点0的地下 也就是他能做到的所有这样的世界的综合 ZTO提供了 意有地下 模板 意有自知指成 这样一些块之间的这样的接口 标示了这样一些内容 基本的功能 它处在前面所讲的意有框架和意有自知指成 满足这个比习义战中所有意有操作的公共需要 通过AP SD-SAP 实现这种数据方面的服务 而通过AP SME-SAP 来实现这种管理方面的服务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讲一讲 我们前面讲过 这里协调器啊 路由器啊 还有终端设备啊 这样一些设备的功能 它们是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呢 主要是通过这里的ZDO 使用应用自知指成 和网络层提供的服务来达到的 那么ZDO主要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实际上应用自知指成啊 网络层啊 以及其他这个比设备层 都是由ZDO 帝拉们做的处处化 前面我们还讲过 其实它能做到的所有的这些事情 都是通过端定领域来实现的 它可以做到的事情 比如设备和服务的发现 网络的管理啊 绑定管理啊 还有安全管理啊 接点管理啊 等等这样一些事情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讲一下 首先来看看设备和服务的发现 第一终端接点来说 在它进入睡眠照来之前 它需要把这个IE的地址 短地址啊 还有活动锻炼啊 简单描述符啊 节点描述符和功能描述符 这样一些信息上上涨到它所连接的这个协调器 或者是这个路由器上 后面就会有协调器 不路由器来地设备和服务发现做这种相应 发现做这种相应 下面来看看安全管理 需要做的事情包括建立密锁 传说密锁啊 以及认真啊这样一些事情 主要是从一个叫做信任中心的地方 获得这种主密锁 建立和信任中心之间的这种列入密锁 然后以安全的方式从信任中心获得网络密锁 接下来为网络中目标设备建立这种列入密锁和主密锁 这个时候路由器就会通知信任中心由设备和网络建立了连接 下面来看看网络管理 这方面的事情就是按照一线的配置 或者是设备安装时候的配置来确定网络中设备这些哪些是协调器啊 哪些是这种路由器啊 哪些是这种终端节点之类的这样一些事情 如果是路由器或者是终端设备呢 那么这个设备就能选择连接的这种PAN和执行信导扫描这些事情 如果是协调器或是路由器呢 那么它是可以选择使用没有使用过的这种信导来建立一个新的PAN这样的一些事情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如果网络还没建立呢 实际上这个时候启动的设备是协调器 确设计方向它会递所有的这种信导扫描 然后产生这种信导列列 当然也可以管理扫描过程来确定这种零级网络 并识别它的协调器或者是这种路由器 下面就是选择信导 启动一个新的这种PAN 或者选择一个已经存在的网络 并和这个网络建立连接 这里也可以重新以网络建立连接 直接加入网络或者通过代理加入 或者是可以让外部的网络加入 来做这种网络管理这样一些事情 接下来来看看绑定管理 这里主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主要是配置建立绑定表的存储空间 那么空间的大小是如果弃定呢 它是通过应用程序或者按照设备的过程中的 穿速弃定的 再有个就是处理绑定结究 在IPS绑定表中增加和删除绑定表象 支持来自外部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的接触绑定请求 如果是协料器那么支持终端设备的这种绑定请求 这要来看看接点管理 只有这种协料器或者路由器才具有这种接点管理的功能 引起眼方管理论理实现这种网络发现 获得路由表和版定表 设备离开网络 获得眼方设备的灵机的这样一些穿梭 2 4 5